八克球作为一种抑制玩具,不仅能够激发玩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,同时还能起到减压的效果,因此备受年轻人的青睐,而且在高级玩家手中,他们就像是被施了魔法,可以变换出各种各样的形状,简直魔性极了。 为了探索八克球更多的玩法,老外也是脑洞大开,他不禁想,如果让一千个八克球遇上两个女磁铁,会发生什么呢? 接下来就和玄玄一起去见证一下吧。 灵感来了真是挡都挡不住,老外先是将一串八克球直接扔在一块女磁铁上,接触瞬间,八克球就像是断了剑的珠子,一个个的断裂,然后一个个的被吸住,场面相当魔性,紧接着一颗大磁球滚向八克球,下一秒轩轩仿佛看到了机甲变身的场景,最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,老外拿着两块女磁铁慢慢靠近八克球,在接触瞬间像极了两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,上来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。 看到这里,玄玄不免感叹,这也太热情了吧。 然而更加热情的还在后面,将他们用力的扯开时,你或许会有一种生死离别的即逝感,那种拼命吸住对方,一刻不愿放手的样子,真像是一对被棒打鸳鸯的恋人。 看到这里,玄玄真的很想大喊一声,住手,如果不是隔着屏幕,或许玄玄真的会掰开那两双残忍的筷子手。 好了,节目的最后,我们一起来玩一个小游戏吧。 老王一天要刮四五十字脸,脸上却仍有胡子,这是什么原因呢?